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窝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李孔 大家好 大家好 财士真力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窝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意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次我们就讲讲中国的反制措施 原来近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他也宣布 对于美国 发布涉及 新疆年度人权报告 要有一个反制措施 这份报告当中 其实美国制裁了两名中国官员 和三间中国企业 所以现在中国肯定要有反应 当然有些人说 你这些是象征性意义 那间被中国制裁公司都这么说 但是他一定要回应象征性意义都需要回应 当然你现在说象征性意义 将来不一定 将来也很难说 他没理由不回应 不回应的话就等于是默认 是吧 为什么逻辑这么简单 不回应还是默认 现在他明明是没做 有做法制裁他 他肯定要反应 没理由是不回击的 毛铃也说 美方再次炮制 散布涉疆的虚假消息 以所谓的新疆人权问题作为藉口 对中方官员和 企业实施非法制裁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反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抹黑中方形象 严重损害中方有关官员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予以强烈的谴责 已经向美方提出验证的交涉 涉及制裁是什么人 和什么实体 原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外国制裁法 有条法律 没理由他不用 不然他自己也是不够 他们就说 中方将对长期搜集涉疆敏感资料 为美国 涉疆非法制裁提供依据 的美国 情报资料公司 卡龙 等等的这间机构 一间 其实是一间 对卡龙公司的调查主任 叫做Edmond Scheer 许猛 和前美国高等 国防研究中心研究员 Nicolle Margaret 进行反制 禁止上述两人入境中国 包括内地 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也冻结 上述公司和个人在中国的 资产和不动产 和其他各项财产 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 个人和 进行有关交易合作 等等的活动 毛铃也说 再次敦促美方 停止对中国的抹黑 和撤销对中方 官员 还有 企业的非法单边制裁 停止是实施所谓的维吾尔强迫劳动 防止法等等的错误法案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将是奉陪到底 当然 你做得什么 你中国做得什么 那不就得过港币 我说明 一样 现在他的事是否真的很有实质的效果 是没有什么 但是 他一定要表态 这个 是每个国家都会做 每个国家都会做 当然现在你就看到 你都不去香港 你怎么知道将来会有什么事发生 你怎么知道 那当然说到涉疆行动 原来有一位人兄 他就叫做 李思瑞 李思瑞 听瑞语好像是唐人名 他就是 阿拉伯联合园掣角 亚联游阿布扎比执行局的 主席 所以 在 他们海湾国家都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 亦都是前 战略顾问 以及 亦都是一位 学者来就是 香港大学 亚洲全球研究所的 研究员 当然 近年来 新疆成为了西媒和所谓 智库政客最爱炒作的中国 议题之一 而有些西方国家竟然 以这些方言作为借口 针对新疆的产品 和制造 一些东西 他们都说不行 要制裁 亦都是有 包括刚才我们说的那份报告 美国也制裁了中国实体 和一些人 这些是相当荒唐的 原来 方言是没办法说很久的 在 12月5日德国大众汽车也发布了第三方独立调查报告 就说没有发现大众的新疆分厂 是有任何强迫劳动现象 当然 西媒说不行 有几个员工说没有发现大众联调查报告 就说在社交媒体里说 我没有 不知道这份 我想问一下 你们说到大陆很深严的 社交媒体是被人控制的 没理由 是他自己 抬掛自己台挂中共 傻的 就算不是访问全部人 他有些抽 抽一些人访问 也很正常 是不是全部人访问了 这么大的厂 当然同时也有越来越多有色之士 都觉得 你这样不行 尤其是最搞笑的 你经常说穆斯林的人权很重要 那你们看看巴勒斯坦在发生什么 最搞笑的 我跟大妈常常说 人家穆斯林最注意最注重的 你就不注重 涉疆问题 人家大多数穆斯林国家说没有问题 你就说有问题 这位 阿布扎比 执行局主席 前战略顾问 也是香港大学的 学者 李斯瑞其实是 一位 真的是亚联邮的人 是亚联邮人 他的中文名 因为他在香港工作 就改了中文名 他也分享了他在新疆 走访了几个星期的结文 并且对于西方媒体 的这个炒作 也说 喂 你这样不行 他就说去过新疆的他 要说西方媒体的报道 全部都不是事实 我都说过有朋友 真的在新疆 他说很麻烦的 你请穆斯林 因为他的饮食和我们不同 所以他成本很大的 什么是强迫劳动 乱差这么说 原来他接受记者访问时 记者就问他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在新疆这几个星期的感受 对于他来说 这是个奇妙 也是一次大开眼界的 旅程 去中国之前 其实阅读过不同的 这些资讯 他是基本得出结论 就是西方 加上自己看到的东西 就觉得西方媒体对于新疆的报道 是不准确 存在大量的虚假 阿智雄 很多亲戚朋友都问我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他们也希望知道新疆的真相 好像之前说 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但是 没有实地 考察的话 是没有说服力的 当然 你知道西方的涉疆专家 他没去过新疆 都说老公不让我去 那你还有其他人去 就算去了 这个大众汽车 就找第三方去调查 为什么你都说 不行 不准 不对 这些是假的 那你是不是都已经否认了 你已经否认了人家的事 那用什么调查 我觉得 你们这些人 当然 现在你们这些人 实在搞搞阵 他不让你去很正常 那你就找回更有公信力的学者 你找什么郑国欣的 他详细中文好像不太懂 现在还变成涉藏专家 原来这位学者 李思瑞 他说我也没有信心 要说服他们 但是 都要看一看 当然他没去过就没有信心 现在 可以很肯定地说 西媒讲的有关报道 全部都不是事实 比如西方就说 这个种族 他在新疆 完全没有看到这种事情 那里的民众生活幸福 有充满活力的市集 非常经验的 至于文化层面 维吾尔人的语言 和清真寺都保护得很好 宗教场所 是有清晰的标记的 大家可以自由地出入 并且奉讯他们宗教 事实上 亦去了很多清真寺 他自己 都算是很多地方去过的 他自己在 美国纽约和加州都生活过 亦都去过英国巴塞隆拿 和维亚纳 奥地利维亚纳生活过的 他理解西方人那种心态 这种是基于 他们 心理作出的所谓指控 他亦有很多穆斯林都明白的 尤其是 在当今世界 现在 很多国家经历了 重大的转折 他们会在新疆问题上 对中国是 横家指责的 因为他们 是接受不了 世界现在 这是事实 我也觉得是 在新疆 他看到 大家都 忙于自己生活 没有看到 什么 无家可归的人 亦都觉得 现在新疆 都是充满生机 和活力 很多维吾尔人和哈萨克族人 也都开设了自己的店 和餐厅 他见到各族人民可以大家一起生活一起和谐 亦都看到几个历史名胜估值 在新疆 几个星期之后 他就认为 未来 这里将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引擎之一 新疆的这个 你知道很多太阳能的组件是来自那里 原材料也是 尤其考虑到新疆在一带一路当中 扮演的角色 他自己去了乌鲁木齐参加了新疆国际 绿港集团 亦都说 那里的建设 对于推动新疆未来经济发展相当有用 亦会在一带一路窗以下 成为绿港重要的书斗 增加和中国 中国和其他中亚国家的贸易 并且连接了欧洲 记者亦都说 结合你在世界各地的生活经历 你认为 现在西方媒体在哪些方面的 和你们不同 或者他们的公信力是怎样 他认为 现在越来越多人对于西方机构 产生了怀疑 没错 尤其是以巴仓德之后 他说不单只是媒体 亦都包括自负非政府组织 过去20年 这些机构 经常散布很多方言 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各地发动战争 他们的信誉 亦都受到打击 所以 现在他 就说 穆斯林现在被人迫迫 什么灭绝 这些说法 其实我们穆斯林世界就没什么人相信 你记住 他们是信一样的 其实他们是兄弟 他们都不相信 他也说是归功于中国的政策 亦是受新疆各界欢迎 令自己感受到实际的情况 他就觉得 那些真心渴望了解真相 还有了解事实的人 我会相信他们看到眼前的都觉得是真实的 但是有些来新疆的人 有自己的政治的倚态 亦都有自己政治的偏向 所以他们 愿意不相信 亦都不关心事实的真相 总是找到理由 拒绝接受现实的 他也说 最近中国也邀请了一些西方记者 来新疆看看 他们 当中的人就说 早知道这个现实 是怎样的 他没看过 事实不是这样 你都没看过 怎么知道 就算去了新疆看 他们依然是坚信 那里的民众受到逼迫 亦都出现了所谓的种族迫绝 但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对于那些 不愿意接受现实的人来说 无论你怎样说 都没办法改变他们 装碎的人永远也不起身 你说得对 所以 大家都明白 如果真是这么大的事 我都说 1960年古巴导弹危机 你都拍到照片 但现在 几个人出来 接受访问 信到十足十 巴勒斯坦发生的事 你说得这么关心 是穆斯林 巴勒斯坦的事你又不担心 你没人到援助 但你有没有大力 要停止战争 你连 停战两个词也不敢说 怕得罪某些人 浪费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下节再为大家分析其他的议题 是这样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